這位其實也是應該說的美麗的錯誤也有點意外 原本我們安排裡面其實原本這個黃衛生只是這一場 後來經過中我覺得他後來挑了這一場 那結果我們這個意外的驚喜 那黃衛生也很特別因為我一開始就從頭上認識這一位 就是他跟他的讀者一樣他已經印刷了那品名 寫了很多很好的作品 突然之間也不是突然啊 2011年這一位這個 一般不太跟這個城市染上一般這個任何關聯的人 去一個我們被視為這個罪惡元首的媒體喔 去做記者的任務 而且他是 那這個媒體呢 各位應該看過叫一週刊喔 那他死後就變成我閱讀一週刊 極少數閱讀一週刊的理由是一個 就是看他每次顯靈的人物專訪 我覺得一個作家是有能力 有在一個罪惡媒體裡面 開出一些美麗的花朵來 能夠讓這個媒體因此更值得讓我們去閱讀 所以各位如果每個一般沒事 記得買一本一週刊 為了防衛生的這個 這個拜訪給人物專訪的專欄 但他這裡也出一本新書嘛 就得來一邊看一看 我們歡迎防衛生 喂 大家好 剛剛講到 剛剛有講到媒俗 那其實我現在工作的話 近代就是一個媒俗的代表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其實記者這個身分 就是我現在當記者大概才當了兩年多 對 可是對我自己的生命裡面是一個很大的轉換 就是我其實是37歲才出去工作的 是一個 其實之前過的是非常任性 然後非常的 就是非常文心的生活 其實 其實我其實就是住在就是這一代 西州大這一代 就是台北城南這一代 大概已經住了三十幾年了 就這樣可能會透漏我的遺跡 對 所以大家看 因為我是記者嘛 我今天就觀察一下 這樣只有我算良心的樣子 就顯得很不尊重 對 就是因為我就住在這附近 然後散步大概不到十分鐘就可以來這裡了 然後我以前念的國小就在這附近 然後小學同學都出生一代了 唯一這樣很深刻的是我小學的時候 暗戀一個男孩子 因為那時候做文比賽 就是總是我拿第一名 他拿第二名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男孩子他就住在那個 俄雅出版社的對比 我記得我小時候每天 就是每天放學都要介入的 去那邊繞一繞 當然那時候還不曉得說 俄雅出版社在那裡 不過就快上了國洞之後 會開始讀一些俄雅或者是紅飯的書 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啊 原來這麼遠也這麼近啊 就是曾經就是近在眼前的 對 然後其實 我的成長史大概會蠻上一個 就所謂的台北文青的一個成長的階段 就是大概就是讀書啊 因為可能金石堂什麼的 就是都是在城南之一代 都沒有很遠 然後就是我國中的時候開始看電影 就是所以就是 黃建德老師對我來講 其實就是一個傳奇 因為我大概 國中就開始去NTV吧 然後 我記得那時候有個NTV 在新英龍的邊叫太陽系 就是其實像秋廟星 洛宇群他們都有寫過 對 然後國中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就常逃學 去那邊看電影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 也有寫在我的文章裡面過 就有一次高高中的時候就是 就跟同學就是就是來就是就是 就是翹克啊 然後就穿著那個高中女生的那種 就是白衣飛沿的制服 就是太陽系嘛 然後就就挑了一部片 就是大倒珠的感官世界 對 然後那時候就就幾個女生在那邊看啊 然後就後來最尷尬的是那個那個那個片子就是跳針 然後我們邀請人子來修 那大概那個進來修的就是一個男的服務生 他就看我們三個白衣一群的 套裝女生 因為搞不好真的 我大概可以解釋一下這個片子 他其實就是 呃就是 然後裡面會有會有非常多的 一男一女動作愛的鏡頭 然後最後那個那個那個女的 就是他還把那個那個男的那個生殖器切斷 然後就是就是就是 然後就是帶人就跑走了 對就是 對就是這一個很很荒謬的情境 對然後 呃雖然是成長在 在這樣一個文學的豐富的環境 包括我現在還住在這一代 然後常常 逛夫店會遇到王文欣 就是 那是一個很很奇特的感覺 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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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 他他明明是一個文學殿堂上的一個 就是尿油巷 可是他 他就是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 我也常碰到蘇羅茲 因為之前他也是跟我住就隔壁上次而已 所以可能也許也許是這樣 是我其實 有點跪遠見近吧 就是其實我 呃 就是這種寫作的自覺 就是對於一生 要成為一個作家的自覺 其實是來的非常晚的 甚至是 呃連我到了現在 我也還不覺得 就是我自己的 創作者的性格 有這麼 有多麼的強 就是我其實 像剛剛豬肉君他剛剛講的 就是他們可能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想像一個文學殿堂在那裡 然後大家要去攻頂這樣子 對 所以我其實一直沒有這樣子的 就是一直過著那種很散漫 然後又任性 然後這樣一個生活 來到即將四十歲才出去工作這樣子 對 那可是我其實 我其實大概是從今年 就是這幾年有開始 比較在 反省自己的所謂的 叫一個文青的身份 就是我在想說有多少人 是可以像我這樣子的 就是我 我有那些錢可以去看電影 就是以前也是看金馬銀戰 一個月就可以看了 四十多電影這樣子 對然後 有那麼多的錢去買書 然後或者是 就是從事這樣各種各樣的一個藝文活動 然後一直拖到快四十歲才出去工作 就是其實 呃 大部分人 尤其就是我 我現在 就是已經來到快要四十的這個階段 就是看現在的大概 其實現在大概會買五個書的 大概就二十歲吧 二十 二十出頭 就大學生那樣子 對 可是 呃現在的一個 就是一個 他也是一個文青時代的一個差異 就是現在的人 現在的年輕人他二十二K 那他 他如果不是台北人的話 他就需要租個房子 然後他需要每天的交通 往返的費用 然後施販的費用 然後施販的費用 對 那他可能 他為了不想要被人家說 你是一個宅男 婦女 你還需要跟同 跟朋友去唱個KTV 然後 如果是 你覺得你是個小文青 你還要泡一下咖啡店 然後逛一下錢品 對 就是 就是他其實扣除了那些 那些用費時候 他有多少錢 可以來買 就是 就是 來買這樣一本 譬如說兩百兩三百塊的書 因為有時候我會看 有些作家他們可能會抱怨說 呃 就是他可能去一個簽書會 然後有人拿白衣紙給他簽名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連一本兩三百塊的 兩三百塊的書都不肯買 對 可是我就會想說 其實現在你這種二十二K 然後跟這種 就是一種非常嚴骨的 一種生存條件來看 對 那可能 譬如說黃建葉老師 有沒有問說 欸那兩三百塊拿來看電影啊 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要去買書 去看電影 對 那做小劇場 他們也會說 那你們拿 拿來看小劇場 小劇場也很可憐 也很需要搶壽啊 對 就是說為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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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 就是 就是其實 讀者他不一定 呃 就是要 要來買買你的書 而且讀者他其實也 就是 就是現在的這樣 一個嚴苛的條件下 他也 他也不停 真的花得起那個錢 來買你的書 對 那我其實還會想到一些 就當然 這個一方面 是一個 呃 現實的一個嚴苛的條件 那第二方面 我是在想到說 其實也是一種 就是所謂的科技改變人性 對 就是像我 像我影響人生課 是我大概 前幾個禮拜吧 我在捷運的 呃 就捷運的那個 捷運的那個出口 我在等人 那因為等人很無聊 就是 我就拿一本 就是 拿一本書出來看 就是 就是旁邊有錄燈 就在那邊看書那樣子 然後結果就有 就有一個女生 她就拿出手機 然後偷偷的在拍我 對 那我 很快知道她在拍我 但是 我就 我就想說 她就讓你拍啊 對 可是那個我心裡 就在想到的就是說 什麼時候 什麼的 究竟是什麼時候 連閱讀 她都變成是一件 非常稀有的風景 對 就是 就好像是 好像這個是一個奇人的意識 你要拿 拿出手機把它拍下來 這事情 就是 就是 其實大家都 都可能都沒有很 因為其實我想 在場的人 因為我其實剛剛在上面 有觀察一下 就其實 就是 上面在演講 底下在滑動手機的 就是 就是 不太有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少有的 對 就是 就是 其實大家都是對文學 有興趣的嘛 然後這樣持續一趟 可是 的確現在在捷運上 就是 你看書的話 彷彿會變成是一個 就是一個很孤單 很孤獨的一個存在 那可能 接下來就會變成一種 那種兵領 絕種 動物 對 就是 就是 就是好 那 其實 其實我覺得它 不只包括讀者的部分 還包括作家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覺得這種 網路的那個界面 它其實就有點像 我覺得有點像 跟電影的 魔界 就是 就是那個界環 就是你會一直忍不住 就是要把那個 那個戒指戴上去 然後 你一旦戴上去之後 其實你 就是你 你能夠去抗拒它的誘惑力的 真的 就是真的很少 因為 就是譬如說 像文具雜誌 它其實就是 就是長期來保留作家的文獻 然後不管是書 或者這些書信之類的 對 那我就會想到說 那以後 它可能變成另外一種形式的 可能要去保存 呃 呃 呃 楊家賢跟金上來的MSN 啊 或者是 或者是 呃 或者是 呃 我隨便舉例啊 或是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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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轉換成另外一種 載體 然後 其實就是連作家本身 它也很 很快的就被一個東西 給整個侵入了 對 就是說 呃 對 就是你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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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現在 現在作家用臉書的也還蠻多的嘛 那 其實那個如果產生一種錯覺 就是 可能 有一些讀者還會覺得說 欸 那我每天可以在臉書上看到你啊 就是 然後你也會講一些就是很好笑的話 或是講一些那種溫馨小故事 就是 就是給我看嘛 那我 就是說我看這些就夠了啦 我沒有必要再去再去買你的書來看 所以就是說 這是一個不斷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碎裂的 不斷被切割 就是 就是被切割的那個分子 它能夠切到 就是小 小還要更小的一個時代 就是我們 呃 就是 呃 像我 我蠻喜歡的一個社會家高曼嘛 他說這是一個每個人都在場 就像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在場 可是也是一個每個人都不在場的時 時代 就為什麼說 為什麼後面的那一句就是說 每個人都不在場 就是說 就是我剛剛說的 其實我們 我們這些人還蠻難得 沒有在那邊滑動手機之類的 就是可能你今天坐在這裡 可是你可能就是 嗯滑動手機開啟臉書 然後你有個朋友去土耳其 他播了一些照片 就欣賞了一些照片 看得很快樂 對 就是你在這裡 可是你又不在這裡 對 就是一個很很很 吊詭的一個文學的時代 所以現在作家我覺得 除了要去抵抗 就是 呃 讀者 因為我想說 譬如說 朱又勳或者是 李延祖下 他們將來的讀者 等到他們四十歲以後 他們的讀者是 呃 從小 大概三歲 就拿了那個 iPad 在那邊 就是在那邊玩的 之類的 就是說你要 你要去 你要去 這個是一個 不可以 呃 不可以扭轉的一個趨勢 就是 人 人怎麼被科技所滲透 就是 第一個當然讀者的部分嘛 那第二個就是 就是 就是作家 那個 本身的 呃 就是 就是也是 也是 整個被滲透 呃 不自知的部分 對 呃 那我其實 對我其實也想要 那 因為剛剛聽到說 我們講那個大埔 農地的那個 那個 那議題 我一直都想到說 我記得唐諾他有 他曾經有一個比喻 他說作家好像一個收屍的人 就是說那個事件發生了 事件發生 然後這個已經 煙燒 煙燒 煙燃 然後作家再到現場去 去收屍 然後寫著故事 那樣子 可是我 我現在覺得真的是 作家已經不是收屍了 而是他是 就是默讀的 屍體 默讀的 一個活生生的人 就是一直被 呃 被扫射 然後那些人都變成屍體 就是 每 就是每天從臉書上 都是這樣的一個 live的 就是 哪裡都出持了 就是 大埔啊 美麗灣啊 然後甚至是 遠在土耳其 就是 任何的 任何的一個地方 因為 文學他其實要 我覺得 文學最可惠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他的一種同理心 不同的 呃 文化民族 就像 王敬禮老師那樣講的 就是卡米歐的異鄉人 呃 這個種子 他也可以在土耳其的土壤裡 長得這麼好 對 就是一個同理心 對 可是現在就是說 那個 就是每天上臉書 那個東西一直不斷刺激我們 就是包括 呃 不管 你是不是作家 對 對 就是不斷刺激我們 那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 就是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選擇 就是 看 看久了 看多了 就整個麻木掉了 對 所以 呃 其實包括我現在是記者嘛 我有時候也是 都是深入到平衡去採訪的 可是 呃 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工作 或者是這種 乘租不窮的這種 這種 這種實在 或者這種 貼面的 特性 其實也是 把我消耗的 非常的 非常的厲害 就是把我消耗非常厲害的 就是說 呃 怎麼樣 什麼什麼什麼程度的介入 才是介入 就是 其實 現在有很多的社會議題 他們也 也很喜歡找作家去 可能 就是一個連署啊 或者就是去 去到場一個 一個聲援那樣子 對 但是我記得 孤天心他講說 其實 作家去的時候 就是 在那個蛋糕上面 放上最 最後一顆草莓 其實是最簡單的 可是 是 可是 是最甜美 最好看的 就是 那其實是 呃 就是 我們其實還 並不是就是 蹲在 第一現場的那些人 其實我們都還是 享受著某種的 作為作家的光環 然後 只是去做了 那麼一個簡單的事情 就被大家所看見 對 所以我也是 呃 就是 就是 現在至少在我自己身上的部分 就是 作家 然後 然後一個 作為作家 或作為一個記者 就是作為一個人的部分 對 那我就是 其實就是 呃 會想到說 其實不管是哪一種身份 其實最後就是 就是回歸到一個人的身份 其實包括 我在新聞現場裡面 也常會有非常多的 天人交戰的時刻 到底是商業 該商業還是要 要回歸人形 就是 其實這個 這個考驗都是 無時無刻的 然後不斷在發生 好 那我今天想到這邊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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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